很多人都有口臭的问题,有人很烦恼,有人也不甚在意,大多数人都会用刷牙或者嚼口香糖来解决,但是都治标不治本,引起口臭的原因很多。 想解决口臭问题,首先要明白口臭的原因,有些口臭或许是癌症的征兆,不多加在意,有可能得了癌症而不自知。 真正有微热引起的口臭,舌子是红的,舌胎发孔,只要喝用萝卜煮的水,消失化运很快就会消除了。 这种微热引起的口臭只是偶尔发生,而经常发生微热,即时的人,每天坚持背部撞墙的20分钟,撞击的后背,正好有PV的穴位,就能疏通经络,消失化运,以后也不会再有口臭了。 反复发作的口臭,舌胎普遍发白,多数都是为寒引起的。 只要多个生姜水,经常口含生姜片,也掉寒凉的食物,就能消除最凡人的口臭。 另外,引起口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原因,当你并没有明显的口腔疾病,也没有明显的胃痛,可总是感到口腔瓶往外冒着怪味,臭味。 时助时清,你试着天天吃香,含香片后,有剂掉了所有的含量食物,但还是口臭,舌胎是黄蜜胎或者发暗,发黑,这时就一定要警惕了。 这一类病人,往往体内常有恶性肿瘤,而且肿患已经变质,变烂了,这种腐败的组织自然会散发出臭味,并通过口腔发散出来。 这种情况很可能就是消化到的各种癌症,如食道癌、胃癌、肠癌、肝癌等。 遇到这种情况,一是要及时去医院做检查,排除隐患,二是马上要在自己的饮食机身活上做重大调整。 极高身体的抵抗力,只要及时补足气血,坚持疏通经络,癌症是可以战胜的。 下面是最简单有效的处理方法。 一,马上剂掉所有寒凉的食物,去吃性贫、性温的食物,停掉一切水果和各种保健品。 二,每天用生姜三件,红枣实力切片煮水喝,一天两次,如玉干或帮,可先吃烧米酒将虚火打掉。 三,每天吃补食疗法,当归粉,一天一到两次,一次小勺,黑米糊天天早上吃,固原糕每天一到两次。 一次一勺,多吃肾血,补须去肾寒,总之,要以补血的食疗为主。 补气的食物尽量少吃,肉赖不可缺少,对增加体能很重要,但一定要锻烂了吃,和肉的比例是一比一。 口臭问题不可忽视,有很严重的口臭,就已经预示着你的身体出现了健康问题。 如果发现自己有口臭,一定要及时查明口臭的原因,并且对正下要加以医治,才能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,以免身体有癌变而不自知。 不可忽视,不得化神 gleich 그렇 Online观察、径的吸变廟,就能保证自己的看護性表現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